那現在我們看到國內呢 中共當局又推出了另一個 反間諜的行動 那就是中共國安部發表了一個 就是它的第一個微信的推文 就要求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反間諜 建築人民防線 那同時呢我們也看到 其實在軍隊調查裝備違規採購的問題上 我們也看到它是號召民間舉報啊 那何何先生您覺得現在為什麼 就是在抓間諜也好啊 或者是軍隊反腐上 中共都要求人民群眾要積極的參與其中呢 另外您覺得它現在這樣大動干戈的調用 就動用群眾運動來抓間諜 究竟像他們講的是面臨怎麼樣的嚴峻複雜形勢 首先我覺得這個動員人民群眾 來抓間諜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因為真正的間諜呢 尤其是美國這種國家 它基本上是靠一種專業 就是它是專業間諜不像中共 中共呢是間諜也是群眾運動 它是專業和業餘相結合 這個特工和這個就是什麼留學生啊 或者是學者啊相結合 就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說這個絕大部分人民群眾是永遠也沒有機會接觸間諜的 那這個呢跟這個習近平的這個思維方式我覺得多少有點關係 就是說他實際上是文革期間成長起來的一代人 就是跟我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那他很容易的呢就想到就是說靠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抓間諜 這是他的一個想法 這個呢實際上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怎麼可能碰到一個真正的專業間諜嘛 這99.9%的人都碰不到的 就剩下1%的人碰到了他還不能夠識別 這個沒有用的除非你反間諜 也就是說這個反間諜中共的反間諜的活動機構呢實際上是很無能的 你要是想用群眾運動來代替的話就說明你沒做好你的工作 這是一點 第二點來說的話呢我覺得追翁至翼不太久 就這方面他是想通過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最容易發生的是冤枉好人 就是無緣無故的冤枉一個人 這個人其實跟間諜沒任何關係 但是呢有人就看著他不順眼 就通過這種方式舉報他 所以呢這就形成了一個威懾效應 實際上是一種恐怖治理方式 就是用這種就是群眾專政的方式 用鄰居都在盯著你的這種方式 來讓一些心懷不滿的人 或者是有獨立思想的人不敢輕舉妄動 他用這種方式更多的是在震懾國內的反對力量 或者是國內的民主力量 或者是國內的其他的什麼力量 反正就是說跟這個真正的抓間諜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呢他就要造成這麼一種氣氛 那麼至於說我覺得這是可能是主要的 就是現在要抓間諜的 那麼作為中共來說的話呢 他自己與全世界為敵 所以呢他也會覺得全世界與他為敵 所以他也會覺得呢就是西方國家也派了無數的間諜到他這裡來 一方面收集情報 一方面想什麼顏色革命推翻他的政權 所以他是有一點這種四面楚歌的這種感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他想用這種方式呢 其實是給自己壯壯膽 我覺得有這麼幾種可能性 至於說這個究竟說這個情報間諜活動有多危險 這個我個人覺得其實至少沒有這麼危險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支防衛的軍隊 你僅僅是為了保護這個國家 你僅僅是為了保護這個 就是真正的防衛型的話 其實沒有多少東西是需要害怕被人家弄去的 只有說你在轉為進攻型的 特別是有意發動一場台海戰爭的情況下 那麼才會感覺到這裡有很多情報 可能會被別人收集走 會有很多危險 因為如果說你僅僅是保衛的話 他也知道沒有人會去侵犯他 沒有人會去惹他的 只有他去惹別人的時候 所以這個所謂情報工作間諜活動嚴峻的程度 我個人覺得是被誇大了 而且其實國安部 他在動員群眾參與的這篇貼文裡頭 他也很諷刺的 他也指出說間諜活動具有高度的隱蔽性 專業性和危害性 既然這樣的話 他還讓廣大人民群眾參與 確實本身就自相矛盾 那沈所長如果說 作為一個專業的國防安全人員 您怎麼看中共的這個舉動 間諜大概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你自己內部的人 然後被敵人撤反以後成為間諜 那另外一個就是從外部 通過各種不同的身份 進入你的目標地區進行間諜活動 那第一種情況 可能他有一些異常的舉止的話 可能身邊人就可以發現 那這個就不是群眾運動就可以發現的 那第二種情況呢 就有可能譬如說 他可能到突然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到那個地方照相 或者是行動舉止非常怪異 然後從那邊路過的人發現以後呢 他及時通報 然後後來破獲一個間諜案件 當然這只是假設 但是他是一種所謂的全民情報的概念 就是我能夠因為他很專業性 我能夠得到的訊息非常少 但是我透過這種群眾運動 廣佈眼線之後呢 任何很奇怪的東西訊息到我這邊來以後呢 我就可以進行調查 等於說他可以有一些依據去進行調查 或深入調查 但是也成為剛剛恒河所講的 就是這可能可以跟過去的反右運動一樣 我看你不順眼我就說你是右派 我的栽贓你是右派 或者是我看你不順眼 我就說你什麼時候有什麼行動怪異 可能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被調查 就算沒有把你整死 也把你整得很慘 我想過去在中國大陸 很多群眾運動都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他這次這種全民的抓間諜運動 我覺得主要的考量 除了就是精神動員 精神動員是說 就跟過去台灣也曾經經歷說 當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這樣的概念 就是讓大家提高警覺 提高警覺以後呢 因為他現在就習近平所講的 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然後帝國主義 謀我之心不減什麼之類的 就是帶動大家的這種警覺 或者是憂患意識 但是他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我覺得可能會造成更多的白色恐怖 或者是外資或外企 甚至於旅遊的人一進去以後 因為你現在反間諜法要落實 你現在全民抓特務 就好像李孟居剛從中國大陸 被放出來的台商 他只是經過香港反送中運動 然後他看到這個武警的車輛 稍微照幾張照片 結果進入深圳的時候呢 這個檢查的時候 發覺他有這個照片 然後就以這個間諜把它抓起來 事實上他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台商 所以未來可能這種白色恐怖 或者是冤獄 或者是隨便亂抓人 爛查爛捕的現象可能會更多 是 在大陸就是紅色恐怖了 那我們看到就是中共應對這個 他擔憂的就是外國情報工作 還有一個手法 就是他限制很多跨境數據的流通 包括他成立了中國數據局 不久前剛剛任命了首任的局長 是劉烈宏嘛 他也是之前聯通的黨組書記和董事長 那橫河先生 您覺得中共要通過這種 就是限制對公開信息 公開數據的查閱 來防間諜 防洩密 會有效嗎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很難有效的 因為實際上 就是這些數據在中國國內的話 能夠取得的人非常多 所以它禁止這個信息的跨境流動 這就說明它本來在國內 是可以公開流動的 現在在國內還是可以公開流動 所以說這種信息你要想阻止外面得到是很困難的 而外面是這樣的它直接去獲取可能比較困難一些 但是如果它真的需要的話間接的獲取 因為在國內是很容易得到的 那國內雖然說在軍隊高層可能反叛的人比較少 機會比較少 但是就是說在民間願意幫助海外做一些事情的人 哪怕是朋友也好或者怎麼也好 這種人是很多的 因為畢竟兩個國家交流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不覺得它可以限制一部分流動 但是別人真正想得到的東西它是阻止不了的 用這種方法是阻止不了的 作用不會很大 那我們大概還有一點時間 我想再回到火箭軍討論一下 因為那個沈所長 我們看到習近平這回調整火箭軍 他新任的司令員是原海軍的副司令王后斌 那新任的政委是南部戰區空軍的政委徐熙盛 但問題是這兩個人徐熙盛這個政委他是中央委員 但是這個新的司令員他既不是中央委員 也不是中央後部委員 那這樣就形成一個植物倒掛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那是不是是習近平想要確保這個黨對軍隊有絕對的領導權 所以他才做這樣的一個安排呢 我覺得這次火箭軍的司令員跟政委換人是很急迫的 我覺得習近平沒有那麼雄才大略去思考說 我要政委一定要是中央委員 然後我來黨指揮槍 其實像這個何衛東他本身在二十大的時候 他其實連黨代表都不是 所以他根本沒有參加二十大的會議 但是他後來就成為中央委員 那以這個中共的這個黨軍的體制來講 這些戰區政職的司令員或者是政委 其實都會成為中央委員的 那除非像這個這個十九大的時候呢 有一個總後勤部部長 那他有可能有一點涉及貪腐 所以他那次沒有選上中央委員 後來也都沒有當中央委員 但是我認為如果說這個司令員是被習近平拔阻 他其實會透過下一次的中全會的方式 讓他地補成為中央委員 所以不是說看他是不是中央委員 然後是不是在指揮調度上就會有一些 誰上誰下的問題 反而是因為這個習近平總肅軍隊 其實讓解放軍有一些相關的體制 已經變得比較混亂了 譬如說過去晉升上將 都是在八一建軍期之前晉升 一年一次 那後來改成一年兩次 就是年底以前再有一次 但是大家這次可以看到六月份 有一次晉升上將 現在為了火箭軍司令員跟政委 馬上就晉升 這表示說其實過去像江澤民時期 曾經有所謂的3加1或者4加1 或者3加2這種制度 就是你是中將的職缺 你兩年你到了上將職缺 你至少要待三年才會升上將 但是那時候就形成了政委是上將 司令員是中將這種過渡期 或者是司令員是上將 政委是中將 那現在當然你可以看出來 現在因為很多沒有辦法升遷的 中將成績的人比較多 那如果他刻意把足一個年輕的人升上將 那他沒有辦法指揮這些資深的中將 情況之下他就要馬上讓他升上將 以上將這個資格來指揮下面的 不管是副司令員副政委或其他相關的軍籍的人員 但是已經讓解放軍整個相關的晉升的制度 就已經脫離了過去這種常態 那當然也許可以把現在變為這是常態 但是這種急迫性 急迫性升遷的他當然就是要解決眼前的問題 他是不是從他的才能他的指揮能力或者是制度化 或者習近平強調依法治軍他自己本身就沒有依法治軍 那當然就讓他整個這種對軍隊的指揮跟運作 缺乏了這個合法性的正當性 確實現在我們看到習近平就是習皇帝他用人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制約 他跟古代的皇帝也不一樣 古代皇帝他起碼還有一個一群的這個測試謀臣幫他去出主意 他現在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想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 我們還看到就是明報有一個報導 說火箭軍不光是司令員和政委換了 就連他的副司令也要做調整 說是陸軍副司令BE以及中部戰區副司令兼參謀長朱曉松 將會履新火箭軍的副司令 那橫河先生您覺得這樣的調整的話 他從普遍意義上來講 您覺得就是他對軍隊這樣的操作 會對軍隊整體的這個不光是火箭軍了 就整體軍隊他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我覺得是會有影響的就是軍隊實際上是一個相對 應該是個相對穩定的就除了這個大的軍改以外 在平時應該是盡量減少這種大的波動 因為它會影響到士氣 因為誰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誰可能會出事 如果大家都抱著這種就是拿不定主義的狀態的話 對軍隊來說是不利的 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就是不是德軍進攻蘇聯初期階段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蘇軍這麼不禁打 那個戰俘都是上百萬了 就是成建制成建制的投降德軍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之前的整肅當中把這個將軍們真正能打仗的 有作戰經驗的人基本上都殺光掉了 所以說那個軍隊就完全喪失戰鬥力 那個要到戰爭又過了很久以後 逐漸逐漸的才恢復元氣 然後新訓練的軍隊才上去 中國軍隊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 如果火箭軍的這種整肅導致某個階層的清洗 我覺得這個很可能還不僅僅限於火箭軍 類似的情況可能也會擴展到其他軍種 雖然可能不會這麼快 但是對軍隊的穩定來說 和軍心來說的話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說就光是這一點 我覺得前一段時間比較緊迫的 就是說攻打臺灣的問題可能會適當的延後 不會在短期內發生 我講的不是2027年 就是說有很多人當時提出來 就是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就會發生 這個我覺得就會延遲